大家好,我是爱迪生 之前暴雪总经理预告说 第二赛季将会有海量内容发布 惩不起我 今天下午的设计师直播 确实介绍了非常多的 有实际意义的改动 在这里,爱迪生正式宣布 暗黑破坏神4从6月开始的 上千万玩家参与的付费内测 将在10月17日结束 10月18日将迎来全新的付费公测 在今天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先跟在台湾的朋友分享个好消息 如果你问我玩暗黑斯想要喝什么饮料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黑松沙士 因为我清楚记得 今年2月份 Ign在采访暗黑斯制作总监的时候 他就一边回答问题 一边在喝黑松沙士 没错 台湾经典碳酸饮料 黑松沙士 现在跟暗黑斯正式展开联合活动 暗黑斯的第二赛季 在10月18日将会开启 现在你就可以一边喝黑松沙士 一边做赛季开放准备 即日起到10月31日 只要在全台湾四大便利商店 7-11全家 Wireful OK 购买黑松沙士600毫升系列活动商品 就可以成为电玩神人 活动商品包括黑松沙士 黑松加盐沙士 以及黑松沙士Plus强碳酸 购买就机会获得 暗黑普尔神4游戏虚保 前50万名登录者 可以直接获得暗黑斯战斗通行证跳截 等于你只要买就送 而且开盖扫码立即抽 价值百万虚保 共两款威望装备 还有两组大礼包 当下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抽中快速又方便 除了暗黑斯奖品 周周还加码抽 Xbox暗黑斯捆绑版 没买食品就机会多抽一次 活动时间有限 活动包装还限量 即日起到10月31号下午3点59分结束 前50万名登录者 直接就送暗黑斯战斗通行证跳截 赶快参加 千万不要错过 这次设计师直播呢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内容 就是 在直播最后 鲍雪宣布了 暗黑斯将在10月18日 登录Steam平台 那这样的话 对于在中国大陆的玩家 可能购买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那也可能比较便宜一些 或许就不用再做阿根廷人了 那当然了 到时候除了看Steam的价格 喜闻乐见的 肯定还是要去看评分区嘛 那大家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说说看 你们会在Steam 给暗黑斯打多少分呢 那不过呢 我一开始也说了 暗黑斯的第二赛季 会从之前的付费内测 走向付费公测 那我这么说呢 是因为第二赛季的改动 属于稳中向好 那先看赛季主题 赛季主题呢是吸血鬼大军入侵 那玩家呢将会跟新的NPC 吸血鬼猎人艾瑞斯 一起呢猎杀吸血鬼 并且挑战最后的大魔王 Zear 那玩家呢可以从吸血鬼身上 获得吸血鬼异能 这个异能总共有22种 比如其中一个异能呢 就是击中敌人有50%的几率 给敌人上吸血鬼诅咒 并且有15%的几率 传播给其他敌人 那这个吸血鬼诅咒呢 它又可以储存怪物的灵魂 当玩家释放特定技能的时候 这些储存的灵魂呢 就会对敌人造成200%的伤害 那每个玩家呢 可以带5种吸血鬼异能 并且可以通过 强效之血这个东西 给异能升级 那想要激活这些强大的异能呢 就需要3种不同的契约 那这个契约来自哪里呢 就是第二赛季掉落的护甲 包括头盔 衣服 裤子 手套 靴子 这5样东西 上面呢会带有不同的契约种类 那只要各个部位装备加起来 有足够的契约数量 你就可以激活你想要的吸血鬼异能 同时呢 你也可以使用这两个物品 给护甲增加或者清除特定的契约 那官网蓝天上面列出了所有吸血鬼异能 就这么粗略的看过去 对强度的提升 好像还蛮大的 但是呢 关于这个吸血鬼异能的细节部分 我们要等到下周的设计师直播 搭配最新的物品改动 跟职业改动 再来详细聊一下 那以上呢 就是赛季主题的部分 我自己是觉得目前看上去 至少比第一赛季要好吧 但应该也就是好一丢丢而已 那如果是这些吸血鬼异能 能创造出有趣的玩法 能让玩家刷得很爽的话 我觉得勉强合格吧 好 那第二赛季的改动 其实吸血鬼主题 只能算是一小部分 那更重要的 我们要来看一下 游戏系统 还有后期内容的改动 这些才是真正决定 暗黑4 未来能走多远 首先呢 是增加了五个后期boss 这五个boss里面有其中四个 分别可以从地狱浪潮 地狱任务 噩梦地价城 世界boss 还有军团任务中 你只要在以上这些活动里面 收集足够的材料 就能召唤这四个boss 那这些boss 除了会掉落超稀有暗金之外 还会有一些特殊做起 特殊外观等等 那第五个boss呢 就需要玩家 去击杀地狱浪潮的 和死亡地狱任务的 这两个召唤出来的boss 你会获得两个特殊材料 然后呢 通过这两个材料 就可以召唤出 DoRail 听起来比较复杂 但其实呢 这种boss挑战模式呢 就跟暗K2暗K3的 鸿门是差不多的 那对于这些活动 我只能说 后期有多点东西刷 总比没有要好 那接下来就是 临终关怀的系列改动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专家模式里面 如果战斗突然断线 会自动使用逃脱卷轴 将就再也不怕老婆 来拔网线了 那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 重新调整世界等级的 经验值奖励 跟第一赛季相比 第二赛季升到100级的速度 将提高40% 而赛季开荒 直接解锁多10个传送点 之前每个区域 一开始只有一个嘛 那之后每个区域 应该就有3个 讲真的 传送点为什么 就不直接全部解锁呢 我一点搞不清楚 设计师到底要坚持什么 然后呢 就是声望可以全部继承 这个东西也是 第一个赛季就该改的 然后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啊 在世界3和世界4 玩家等级分别 在55级跟75级之后 怪物呢 就会落后玩家2级嘛 那现在呢 又改回来了 怪物不会落后玩家2级 这一来一回创造两倍的GDP 很牛逼啊 那然后呢 城镇改动也是非常满足 中老年人的需求 低语大叔那里呢 会增加一个副模式 还有呢 就是只要带传送点的小城镇 都增加了仓库 而大城市呢 在一些重要的NPC附近 会增加额外的仓库 这样呢 就不用跑来跑去了 而且赌博商人 现在离传送点也更近了 这么看上去 付费公测比付费内测 就是不一样啊 还是改进了不少 然后呢 就是坐骑了 之后跑起来会更加顺畅 减少被障碍物卡住的几率 还有呢 就是可以自动跳过一些 小河啊 小水沟什么的 在城镇里面的骑马速度 也增加了14% 那这样呢 或许在城里的骑马速度 就能赶上走路的速度了 然后呢 那在野外灰鞭子的话 让马儿加速跑的时间增加50% 而且加速的时候呢 是可以冲破障碍物的 不仅如此 大家都知道 之前如果你从马上下来了 你再想上马的话 会有一个冷却时间 那如果说你是被强制下马 那这个冷却时间 会有30秒钟 就说你30秒之后 你才可以重新的上马 那现在呢 时间减少一半 如果你是手动下马的话 只需要几秒钟 就可以再次上马 那如果你是被强制下马的话 最多也只要15秒 就可以再次上马 那这个功能说到底 就还是说明 骑兵的质量高一点 你们觉得呢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最关心的 噩梦地层的部分 新版本里面 用钥匙开启噩梦地层之后 玩家可以直接传送到 噩梦地层里面 本来这个改动 是可以一步到位的 但是呢 暴雪愣是拖两个赛季 说明暴雪跟其他大厂一样 都是在挤牙膏了 然后呢 地层里面的随机任务 出现的怪物会更加密集 还有那三个坑爹的NPC 再也不会被秒杀了 玩家受到的群体控制 也显著减少了 巅峰雕文的经验也增加了 那噩梦地层里面 有几个非常讨厌的词材 比如说被刺者 闪电风暴 死亡冲击 这些效果都优化了 就举个例子吧 被刺者这个词材 之前是怪物从后面来的时候 直接对你造成超高的伤害 导致网生 而改版之后呢 从后面来的怪物 只会让你变得意伤脆弱 并不会直接导致网生 符合现实逻辑 然后 终于终于终于 从去年我就不停地吐槽 不停地建议的这个问题 终于在第二赛季 付费公策得到了解决 就是完全移除 在噩梦地层那些 跑腿扮转的任务 只会在前往BOSS的路径上面 设计一些小目标 让大家去完成 如果我是游戏总监 副本里面那些 搬砖跑腿的方案 根本就不可能被设计出来 更别说从去年封测到现在 拖了一年才否决掉 不管怎么说 利空出尽是利好 现在安黑斯不管改什么 应该都不会比 刚发布的时候要更糟糕 接下来就是 世界BOSS和军团任务 会更加的频繁 让更多人参与到 低于任务奖励 更多的金币和经验值 设计师还特别强调了 会多非常多的金币奖励 然后就是仓库会增加搜索功能 玩家可以直接搜索装备的名字 或者传奇为能的关键字 来寻找需要的物品 现在是什么年代 真的很难想象 这个功能到现在才有 不过其实你换个角度想 你要感谢暴雪这帮设计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幸好是待在暴雪 如果是去谷歌的话 可能现在搜索引擎都还没搞出来 那我们可以记录一下 2023年10月 暗黑斯的搜索功能发布 广受好评 那按照这个时间线来推理的话 我猜暗黑斯的下个bug 可能是什么千年虫之类的 或许看我视频的年龄后 都不知道千年虫是什么 那你们在暗黑斯里面 是有可能会了解到这个知识的 那还有呢 其他的一些灵状关怀改动 我也简单的讲一下 宝石之后会作为碎片材料 堆叠在一起 洗瓷坠的金币花费 会大幅度减少 世界三和世界四会直接掉落 蓝白黄的分解材料 还有就是更高等级的怪物 会掉落更高物品等级的装备 那之后呢 就会有超过900物品等级的装备了 地狱任务和地狱浪潮呢 都会掉落加20物品等级的装备 OK 那以上呢 就是这次设计时直播的主要内容 大家记得留言评论 说说看你们的想法 那喜欢的朋友呢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拜拜